这个女人只是在小树林尿个尿 转身却发现一个男人出现在身后 他把女人按在地上想做点什么 女人的尖叫声吸引了男人的同伴 他们急忙过去阻止男人的受刑 女人趁机逃跑 但是强奸未遂也够男人蹲几年牢 于是几个人追上去想把话说清楚 希望女人不要报警 几个人一边追一边喊 这阵仗分明就是要杀人灭口 很快女人就被四个壮汉围住 已经无路可逃 老三从后面抱住女人 女人一口咬在她的手上 疼痛男人的老三发出惨叫 叫声被女人的闺蜜小美听到 老大上去就是一群 几个人下来看到奄奄一息的女人 商量着该怎么办 老二想叫救援却被老大阻止了 强奸未遂加上过失伤害 至少几十年 于是老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女人杀了 还逼着老四也来了一下 随后把血摸到老二和老三的手上 这下所有人都成了帮凶 谁也别想跑 做完一切后就把尸体扔下悬崖毁尸灭 没想到这一切刚好被赶来的小美拍了下来 尖叫声成功引起他们的助力 小美吓坏了 转身快速逃跑 四个壮汉紧随气候 眼看坏蛋们近在咫尺 小美赶紧躲到严氏后面不敢发出一点声 等到坏蛋们离开 小美跑回屋内背上自己的登山包桃里 此时的天已大亮 小美跑到悬崖下 见四人马上就要追上来 毫不犹豫地爬上悬崖 只见她身手敏捷很快就爬了上去 老四立马爬上悬崖追 剩下三人不会攀岩只能给老四加油 老四很快就追上小美 并且伸手想要把她抓住 没想到抓到背包相机掉了下去 老四再一次伸手去抓 包里的东西掉落她差点掉下去 小美趁机拿回相机 捡回一条命的老四再一次追了上去 攀爬速度之快又一次追上了小美 她不断伸手想要抓住小美 小美一脚把她蹬了下去 山下的几人把老四抬回屋里 随后又背上登山包继续追小美 老三看到小美已经爬到了半山腰 于是告诉老大他们根本追不上 老大说有一条小路 可以从那边绕上去 到时候在山上等着小美自投螺往 此时的小美爬到一个很艰难的地步 于是拿出一张路线堆 这是她和男友曾经爬过的路线 找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 小美继续往上爬 爬着爬着就遇到一条毒蛇 小美闭上眼睛不敢乱动 任凭她在自己的手指游走 好在毒蛇并没有为难她 逃过一劫的小美继续往上爬 长时间的攀爬让她的手通到麻木 她不得不原地休息一下 拿出背包里的水补充一下水分 正当她准备继续爬的时候 却不小心把水壶碰到掉了下去 这让小美几乎崩溃 没了水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路更加的艰难 但为了活命她必须往上爬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极为艰难的地方 那里有她和男友留下的绳索 她必须拉到绳索才能爬过去 小美从包里取出一节铁丝 然后把她拉直 紧贴着岩壁想要把绳索勾过来 好在成功拿到绳索 但下一步也是最困难题 她必须抓着绳索挡过去 此刻她想起男友交过她的动作 一把跨过了这道塔 随后便来到一个不足一平米的小台阶 这里有她和男友以前留下的帐篷 与此同时三人已经从小路到达了小美的头头 双方只隔着一块凸起的岩石 坏蛋们扔下绳索 让小美把相机绑上去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没想到小美只是给他们准备了一张纸条 老大看到后瞬间上头 告诉同伴就在这里死守 没有水的小美肯定撑不了多久 此时小美拿出一个钩环 把它固定在岩缝里 然后把帐篷挂上 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做好了 很快就到了晚上 小美钻进帐篷里 想要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 但坏蛋们可不这么想 只见他们把铁环定在岩石上 然后用一个背包装上重物 直接朝下面丢下去 这一杂差点让小美掉下去 接着又试一下 老大叫老二和老三把背包拉上去 但太重两人根本拉不动 老大俯身一看发现小美掉在上面 于是叫两人放下绳索 随后立马用刀割断绳索 小美再一次死里逃生 然后爬进帐篷里继续睡觉 筋疲力竭的她很快就睡着了 一阵声音让她瞬间惊醒 原来是老三绑着绳子下半 她抓着小美的头发 让她交出摄像机 没办法的小美只好告诉她的包里 就在老三翻包的时候 小美拿起一把小刀就撕了过去 老三把小美拉出帐篷 小美抓住老三的衣服 两人掉在半空中随时可能掉下去 老三叫同伴把自己拉上去 小美也跟着被拉了上去 老大死死按住小美的头脑 把她按下去 小美坚持不住掉了下去 幸好她抓住了下面的帐篷 小美又一次活了下来 就在她爬上岩石把背包取出来的时候 帐篷突然承受不住重量掉了下去 死里逃生的老三害怕 她建议老大就此停手 老二也说她没有水也没有食物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相机也会跟着她留在悬崖峭壁之上 见两人都这么说 老大也只好同意 三人就这样休息了 然而就在睡觉的时候 老三却说起了老大的坏话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切都被老大听见了 就在她一瘸一拐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而这一切被下面的小美看了 老二一觉醒来发现老三不见了 老大谎称老三下山找救援去了 老二虽然对此有所怀疑 但她只想拿到相机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绑着绳子来到下面 小美见状害怕极了 而老二却拿出食物以示友好 其实她一直都不想伤害小美 告诉小美只要交出相机 她会上去跟老大说 自己已经把你推下山了 小美见老二比较有诚意 于是就把相机给了 随后老二便叫小美发出一声惨叫 假装掉下悬崖 老二爬上去叫老大帮他一把 老大疑心太重想要先拿到相机 可老二很清楚 交出相机很可能会被推下去 他向老大保证只要先拉他上去 马上就把相机给他 老大也只好将老二拉上去 可当老大拿到相机 却发现里面没有内存卡 而老二上去后立马给老三打电话 听到铃声后瞬间明白 老三是被老大推下去 两人立马打了起来 可惜老二不是老大的对手 没几下就被按在地上绑了起来 随后就用酒精倒在她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的小美被吓傻了 眷缩在那里久久不能平行 但想到老大肯定会下来找他 所以必须要想办法跟他站斗 很快就发现岩石上 有一把掉落的匕首 就在他成功取到匕首返回的时候 发现不远处有一条毒蛇 于是心生一剂 把食物放进旁边的洞里 把毒蛇吸引进去 而此时的老大正准备下去 他绑好绳子缓缓降下 看见小美后立马叫他交出内存卡 小美一口回绝 两个人在悬崖上决一死战 很快小美就落入下风 老大抓住小美的腿威胁 他交出内存卡 此时的小美也只能服软 告诉他卡在一旁的洞里 而老大却不知道已经中了小美的鸡 正在他拿的时候 被洞里的毒蛇咬到了手 此时的老大很上头 回来对着小美就是一顿输出 小美趁机抓住男人的弱点 老大抓住岩石差点掉下去 只能不断地向小美求救 但小美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第二天小美成功爬了上去 到达了山峰的最顶端 他不仅征服了坏蛋 同时也征服了这座山 第二天小美的天津